Woo 洗一點熱炒店最高差 不嗆不辣不上桌 英文有一句俗語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有死嗎 沒有死 沒有 什麼 有沒有叫S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是什麼意思 翻成中文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多人在戀愛中 眼裡只有情人 愛人說什麼都是對的 就是情人眼裡除稀釋 所以他講什麼你就信什麼 他牽著你的鼻子你就跟著他走 對啊 就是男生就叫做馬子狗 女生就叫做 男友狗 對 馬子狗跟男友狗 我今天又學到新的東西了 沒錯 是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現場的來賓 我們就請來了 就是馬子狗 男友狗 不是啦 應該是說是不同的星座 然後我們今天要來探索說 哪一些人 在哪方面容易被牽著鼻子走 容易變馬子狗 容易變男友狗 像有一些女生 她就真的很容易被她愛的男人 就是完全洗腦 然後就是一輩子就是 雅慕她 愛摸她 像雅雅 是啦 我不知道她是 What happened 什麼還沒醒過 What happened 她愛你愛你要死 而且雅雅是真的會走心 會 就是她 到現在你看玉琳哥 當然她人很好 也是嘉義彭玉言 但是 對雅雅來講 是真的 她是天王 我在外面跟女生拍照 如果靠太近的話 她不知道就算了 被她知道 我說這把年紀了 我還能怎樣 對不對 我一生這種謹記 男人要三個一定要提醒自己的事情 三不幸 所以我是不會有第三個這種問題 我老婆因為每天被我催眠說 我這婆娛怨 婆娛怨 催眠久了 她真的以為她婆娛怨 她內化了 對 內化了 所以她覺得我會像婆娛怨這樣子 到處犯頭 我們相信雅雅總有一天會醒來 對啊 不會 隨著日子一天天過 她這個算是越來越嚴重 真的 感覺是 所以今天我們要來 介紹我們的來賓們 跟我們討論 哪一些人比較像男友狗 哪一些人有可能當馬子狗 歡迎少偉 妳好 我是社群座大條 妳好 妳好 水族座 一組 雙 雙子座 然後小優 雙玉 謝謝 雙玉 小哈 我就是老婆狗 金牛座 我們今天節目首創雙專家 以前我們就有一個專家 我們這次首次雙專家一起 來幫大家探討 就表示我們對今天的來賓 非常地重視 一個專家不能滿足他們 一次要 衣服好一雙 兩位專家 派出兩位專家 第一位這位不得了是心理專家 同時也是兩性方面的達人 我們的馬拉雄 歡迎馬拉雄 以及大家非常熟悉 也非常喜愛 地表最強 星座學家 我們的白羽老師 歡迎大家好 OK 為什麼最近大家取名之後 喜歡什麼熊 因為我以前真的長得超級像熊的 妳有胖過 我以前比現在胖大概15公斤 真的啊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就是阿宅 完全的肥宅 整天在吃宵夜 玩電動的那種 所以那時候綽號就叫熊 變瘦是怎麼樣 是被關還是怎樣 比被關還痛 誰會這樣講 失戀就會變瘦 沒錯 我不用等被關 對 是很勵 很勵志的肥宅變成兩性專家 OK 兩位專家等一下就幫我們解惑一下 我們先一個一個揭曉 因為不同的星座 總是都有不同的 特別牽著鼻子走的原因跟點 來 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來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土相 土相有誰 金牛 處女 摩羯 我們啊 我們都不一樣 真的 這我們三個土相 到底被牽去哪裡呢 對啊 有面子什麼都可以 好像是 對啊 玉琳哥 你的面子表現在哪裡 我當然很愛面子 其實夫妻相處 不可能沒有討論到離婚 我們為什麼始終沒離 你知道嗎 我想說我們剛結婚的時候 大家都不看好 我之前講過 上節目票選最快離婚 我都永遠第一名 所以我跟我老婆講說 我們不能讓那些人得逞 你本來是演的 你本來是演的 我意思是說為了這個面子 對 就變真的 我們就和好了 這是一個動力 這是一個動力 這好像因為雅雅也是 她也是金牛 對 所以我們兩個都為了面子 就這樣 我覺得我還是想要聽一下 Magic為什麼愛面子 反面子 我覺得我有沒有愛面子 我覺得還好 可是好像是有 我先生是還滿讓我的 配合我 是 他如果不讓我 因為我也是有各種任性 所以他還是要讓我 我覺得就是土象星座 大家平常別看兩位主持人 都講那麼多話 真心話是不太表達的 那妳一時我們 都在胡說八道就對了 對 不好說 沒錯 我們就都是在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 開玩笑了 就這種真心話有時候 就是用做的 而不是用表達的 相對個性比較壓抑 這個時候 談論到面子 我要照顧到我老婆 我老公的面子 或者 她沒有照顧到我的面子 那這個時候 就應該用行動來表示我的愛 你想牽我去哪 就算去上山下海 我都願意去 對 我覺得土象星座的 就是要面子 對 土象星座的另一半 雖然平常不太講話 但是做起來真的溫柔 讓人很安心 OK 真的 我們來聽聽實際的案例 金牛的不得了的金牛 為了面子 只要給我面子 不要說牽 就算是 老婆就是這樣抓住你的心 對 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在結婚之前 我們就開始聊到說 婚後這個錢要怎麼分配 其實我們兩個就講說 就是等於說 我們有一個共同賬戶 大家就把每個月的薪水 按比例拿出來 放在這個共同賬戶 其他的 大家就不要管了 各自有各自的空間 後來結婚以後 我老婆奇怪 她就突然就變了 她就開始跟我講說 老公 我跟你講 為了小孩以後的教育 為了小孩以後保險 什麼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要把你的錢 全部放在我這邊 然後我再發零用錢給你 以為我是笨蛋 怎麼可能會理她 我說 我只是 你不要笨 對 然後後來她又跟我講說 老公 我跟你講 我們一定要很努力的 買房子 這樣子 對 其實錢放在我這邊 比較可以存得下來 這樣子 我也沒有在理她 反正她怎麼跟我講 她在跟我講的十幾個理由 我都一一把它推翻掉了 到最後 她不知道哪裡 聽來的一招 她就說 老公 我告訴你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大老闆 然後就是 社會上有頭有臉的男人 是真的 對 她說因為 就像比如說 旁邊都會有一個秘書 吃完飯還是什麼東西 幫他結帳 都是幫他結帳 幫他結帳 他去付錢 那她老公就不帶錢的 對 沒有 只有幫她妹撕個人家幫她付錢 沒有 支持人家 我不是說你也沒有 你撕飯也沒有錢 你是有人要幫你付錢 你是巨星 你老公是不是會有秘書講的 幫他付錢 他秘書就是我 對 都是我在付 是啊 我的秘書也是我老婆 對 我老婆也是剛剛講出你那一招 她說 你現在 你就算不是大老闆 你也是一個明星 明星你假如自己去付錢很糗 尷尬 對 你到底是給小費還是不給小費 對 你想想看 她一跟我講說 你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跟玉琳哥去吃飯的時候 都是芽芽去付錢 對 而且我是不是很霸氣 吃完如果我要請客的時候 我看他們多 我老婆就是 她就去刷卡了 這是什麼儀式 是不是還有面子 對 她就這樣跟我講 是不是還有面子 我一聽好像 好像有一點 所以我就說好像是可以這樣 好 所以後來我就真的把錢都放在她那邊 然後真的 比如說我們去吃飯 不管是去跟家人跟朋友吃飯 然後她就會這樣 她也很會做面子給我 差不多了 然後她就說 老公那我去買單這樣子 我就好 趕快去吧這樣子 就很有面子 很帥 到後來 就是我到球隊 因為職稱還滿好聽的 叫總經理 他就說 他總 對 她就說 老公 我跟你講 總經理旁邊的祕書 一定都有一張公司卡 所以現在你要辦一張信用卡給我 我說 他說對 這是必須的 你想想看 不只吃飯 有時候要幫你買那種 比較貴的東西 或是 你們全隊20個人 對 一次吃飯你一定是要刷卡 當然 我覺得 好像有點道理 反正他只在跟我講說 這樣子很有面子 你想想看 你在你們球隊的那麼多球員面前 一聲令下 我就去幫你買單 多有面子 對 我說好 辦 就辦了 辦了以後 到後來 我就看那個隊帳單 發現 有時候出現最多的 不是去吃飯 出現最多的是一些 有時候買一些什麼 名牌 化妝品 化妝品 阿卡龍 一輩子 我一輩子 永遠不會去吃的 下午茶的餐廳 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 我說你這個卡不是為了要 讓我有面子嗎 老公 我跟你說 你這個超有面子 我們這個月總共去了六次 去下午茶 每一次都是我付錢 我那些閨蜜每個都 覺得你好帥 好帥 每個都在隔空 都在隔空跟你敬禮 你知道嗎 隔空跟你講說 下午茶結束 雖然你不在現場 他們都一致其力 然後面向南方 謝謝哈總 這樣真的很有面子 我都想跟老婆做朋友了 真的假的 你現在是哈總 對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你現在真的是哈總 就是要總的那種 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我每個月 都要了好多錢 我們的老婆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有時候我霸氣 但霸氣我們自己 心裡面還是有一個盤算在 你不能亂請 有一次是 明明人家 要來拜託我事情 就是她女兒想進演藝圈 那我想說 我能幫什麼忙 但是對方這麼誠懇 所以就約一個飯店 包廂 你要拜託我 對不對 那很合理 就是你要請客 當然 因為她有事求於你 好啦 那我老婆 就不明就理 反正她可能看我請客請貫了 然後我們就聊了 她一直拜託萬事 拜託沈大哥 沈老師就拜託你了 那我去買個單 我老婆說 不用了 她要拜託我事情 還變成我在請客 對啊 因為她要拜託你 你就不會有人情的問題 對啊